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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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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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 做院子的话就要经过两边邻居的同意 还有马路对面的邻居都要互相签字 见到了我们其中一边的邻居 他们人特别好 这边因为格子表记有一个好的邻居也挺重要的 所以我们还蛮庆幸的 不知道另外一边的邻居怎么样 但愿都可以很好相处吧 我们现在正在Home Depot选这个墙漆的颜色 我们准备明天去涂墙 然后今天先拿几个sample 我们选的是这个 好像在国内也有这个牌子叫百色熊子 实在是太难选了 因为它这个在色卡上看是一个颜色 然后涂到墙上又是另外一个颜色 然后因为它那边有一个电脑 你可以试吗 就是在室内是什么样子 然后就完全完全不一样 我们选了六个sample 然后还买了一些简易的工具 以后回家先试一下 这个颜色也好看啊 你不觉得吗 好难选啊 这个吧要不然 那个是不是太深了 选的这六种颜色 我们这个已经决定了 就是背景强涂这个颜色 其实这个偏绿的颜色我也特别喜欢 然后这个蓝绿我也特别喜欢 刚才在这个home depot 把明天要涂漆的工具 基本上都买齐了 买了四桶漆 我们终于买到地板了 这个颜色和材质刚好都是我们想要的 它的样子像是不一屋地板 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瓷砖的东西 然后它是防水的 就可以用在厨房卫生间的地上就可以 这个实在是太沉了 来了以后每个人都变成民工了 可以 你可以瘦了 今天 我玩着得多吃 这一盒 你看着它薄薄一层 真的好沉 前面都装上了 前面的轮子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后面已经被压得很低了 还有离家不算太远 我就开慢点回去吧 辛苦了 坐着离得太靠前了 没事 我可以 我今天是元旦新年的第一天 1月1号早上 你看后面是个小凡人 昨天我们已经选好了漆的颜色 然后今天我们就准备拔 我们需要改变颜色的墙刷一遍 前面就是畅通无阻 没有什么车 远处的雪山 乐乐第一次来我们的新家 进来进来进来 外面脏外面脏 我们昨天试着漆 今天白天看一看 镜头里看还是有点深 电视墙涂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studio涂这个颜色 侧面的墙选了一个比这个颜色 还是这个颜色稍微浅一点的 就是有点绿调的一个浅一点的颜色 乐乐 准备开始刷墙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 首先是一个这样的 本来就是一个短的 如果你也有梯子 也可以不买这个成果 然后另外又买了一些这个头 就是每个颜色的话最好换一个 我们是买了一个这种刷东西的套装 它把最基本的东西都帮我们分配好了 然后这是一个小的 你就可以刷比较细节 边角的地方 然后这有两把刷子 这是一个直的刷 平角的刷 然后就可以在这边刷边缘的地方 细节处 这个是一个稍微大一点 它是一个这样的斜角刷 这个刷子 咱们买这个贵的刷子 看起来质量就真的很好 这是那个套装里带了一个刷子 这个毛的明显就比那个粗糙硬很 这个盘子是下面它带一个这种金属的 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塑料 是一次性的 然后你就换每个颜色 都可以再换一张这个盘子 把颜料倒在这个盘子里 然后再用这个滚轮在这个上面滤一遍 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用品 就是在Home Depot是免费 可以随便拿的 一些就是把漆给搅拌均匀的搅拌棒 然后还有开那个油漆口的一个鞋套 一套的话就是为了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买了一些一次性的这种 套在刚才这个架子上的盒子 这样的话就可以换了 还有一些这种小号的 在上面刷起来更方便就不用跑下来站了 如果在梯子上的话 这桶是它是叫做one coat head guaranteed 就是它你刷一层就能遮盖住你原本的油漆所有颜色 然后这个是一个稍微深点颜色 我们刷电视墙的一个颜色 这种的话这个大概是二十七八刀一桶吧 这个要四十多刀 对最重要的是还要买个这种毯子 这段你来了 就是你防止弄到地毯上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对了就是这个贴纸 贴纸的话你就比如说 这种地方 叶格已经开始卸了 这种地方你就拿贴纸贴住 就不会刷到上面 对了 就不会滩上去 就不会滩上去 那以后就像柿缸 就不会滩上去 就会择到蜜色 就在人地方 对了 现在可以帩下来 就会就可以了 吃完这条 就会叶悶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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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赜 人 吃完 吃完 看一下我们目前的成果 从这个视频里能看到一道一道的 可能这面墙我们一会还要再涂一下 你看可以看到不是特别匀 这面墙整体都很匀 因为这面墙呢 我们昨天是在这个地方试了一下那个漆 所以它那个地方会有点厚 就要努力去遮盖 不过我们选的颜色 目前我们自己都还挺满意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总结了一下经验 就是这个masking type一定要贴好 贴好了以后呢 就涂墙就会省力很多 如果没贴好了以后呢 你看到我们刚开始 第一个的时候没有 就是天花板上没有贴 你看到这边这边 全都沾上了那个漆 不过还好我们这个小区 它会给平那个白色的漆给一家的 然后我们待会可以自己再补 这个不匀是因为 就是漆它刚上墙的时候 颜色会浅一些 干了以后会有这个颜色 这是刚涂上去的 看我们这一片狼藉 天都快黑了 看这个小家伙 已经好久没有update了 因为这个刷墙实在是太 还挺费功夫 费体力 费耐心的 然后中间就根本顾不上 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天计划的任务 就这是楼上的两面墙 然后楼下已经完全涂好了 我们是想今天把所有要吐墙都涂完 就差这一个studio了 其实在远处块很多地方都很匀 像这个也是还没有干 它刚才补的 但是凑近看它会有很多白颗粒 因为这个墙它不是一个特别平的表面吗 它是凹凸不平的 所以有些地方就刷不到 所以我好喜欢我们选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我们选的颜色特别满意 搞得我特别想把这边都涂了 但是都涂了又会感觉有点压抑 会感觉其他地方都好白 不太协调 但之后可能布置一下会好一些吧 我们下来看看 刚才一个给我买了麦当劳回来 因为这边完全没有灯 所以看的可能不太清楚 玄关的这面墙也是 从这边看就是这个效果 就是可能会觉得那边有点白 这边有点深 这边涂上又会感觉这个家颜色有点重 所以之后可能会 比如说在这边挂一个颜色差不多的窗帘 呼应一下 然后这边可能东西也会比较丰富 看起来就会好一些我觉得 可以来吃麦当劳了 给你要的lemonate的你喝 这咋给你吃过东西的 今天这太累了 我确实不吃都是低血糖了 就点食物 脸上抹一半了 没事 还要插上 挺酷的 彩绘 哈喽大家 我今天起了个大早 然后我一个人开车来到新家这边 因为最近叶格他要参加那个screening考试 就是如果读PHD同学应该知道 就一开始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试 最近搬家虽然非常忙 但是很多环节他都没办法参与 就是我能自己做的我就自己过来 像今天的话呢 我就是想过来收拾一下之前搬过来的东西 然后今天又搬过来两项东西 因为我们前天来刷的墙嘛 然后刷到了晚上大概快11点吧 然后特别累 就一个是最后天黑了也没自己看 刷出来的效果 还有就是之前带过来很多东西都还在家里乱做一团 没办法整理今天可能还会有人来家里维修一些小东西 就是小细节 因为我们那天涂的还剩一点点漆嘛 然后我有点计划想把那一点点漆 涂一个小卧室的背景墙把它给用了 大概是这样 我们之前带过来了一箱 家里现在用不到的碗 然后准备把它先放在洗碗机里一会儿洗一下 刚好看看这个洗碗机的效果如何 我把我们整个橱柜的柜子门先打开一下 这个柜子它虽然没有很大的味道 但我还是担心里面会有一些就是不好的成分吧 所以我刚好现在我开着窗户 开着门 然后通通风 这是上周回去的时候 急急忙忙的把带过来的衣服先往地上扔了一下 就回去了 也没来及整理 今天就主要来整理一下衣服 首先我要先处理一下这个杆子 因为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的这个木头它很不光滑 我觉得这个木头可能就会扎到你的手里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种砂纸 我就打算用它来把这个木头稍微打磨一下 好了现在这个木棍我基本上都已经把它给磨得相对比较光滑了 那有一些细节可能也做不到特别完美吧 现在呢我就要开始处理我这一地乱七八糟的衣服 哦对我还要把这个台面再简单的擦一下 然后就把衣服挂上来 这是我之前买了一些多余的空衣架 这个衣架就是在IKEA买的 我觉得这个衣架比较好的就是它 小小的就质量还不错 然后看起来也比较简约 最主要是它薄薄的一个 这个就比较省地 然后价格也便宜 样子也还不错 我就买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 就统一全都用成这个 看起来衣处也比较整齐好看 其实像我的很多衣服带过来呢 我都是这个都有些已经掉了 搬家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把它从衣架上取出来放到箱子里 这样的话你在这边 像这些裙子要掉袋 可能它这个比较容易掉 但是像毛衣啊T恤那些 它基本上都还是在衣架上 然后过来你再把它一件一件挂下就行了 就少去了把衣服挂在衣撑上这个步骤了 就很方便 我的T恤我就把它挂在下面了 我的衣服然后叶格的挂上面 因为我觉得我够这上面够的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我就先把下面的这个空间占用 刚才我的邻居突然跟我联系 因为我们做那个后院嘛 然后他有个人来估他的后院 好像能够摆大个压的稍微低一点 刚才我又下去跟他跟我的邻居 还有他找的那个做花园的人 大概聊了半个多小时 10块一个小时吧 他那个做花园的墨西哥人给的价格 还挺让我心动的 搞得我有点想让他做了 因为真的是我们自己做买砖 搬砖做 还不一定能做好 真的还花挺多功夫的 我们能遇到这个邻居真的挺好的 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做的都特别相似 比如说我们想在那个天花板上再打几个孔 然后可以接灯 比如说那个导台上面 想要接两个灯 这个他们也要做 然后院子他们也要做 再加上地板他们要扶 然后就很多资源我们都可以共享 所以真的还挺幸运的 然后我们两个就可以一起做 还可以一起便宜一些 明天大家约另外一个师傅过来 给估个价 然后账号我们就可以决定 用哪个师傅 然后大概多少钱怎么做 今天上午夜哥也把那些水电垃圾的那个账户都已经开了 然后明天他们会过来送垃圾桶 我们就可以倒垃圾了 其他东西也都 好像今天下午电费就开始charge我们的了 所以我赶紧开会空调就要把它给关了 应该现在还没有用我们自己的水吧 所以我决定一会儿去把浴缸洗一遍 衣橱基本上就整理好了 目前就带过来的这些衣服就先挂上来 这个裤子什么的还没有想要怎么放 我先把它在这叠着 因为我想了想如果挂的话 也只有长裤能挂 短裤也不太好 容易挂起来 夜哥的衣服只有这一点点 然后这边是一些短外套 毛衣 卫衣 衬衣 裙子 外套 还有夜哥的球衣 目前就这么多东西了 其实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做饭了 今天因为邦尼和夜哥他们都要上班 然后我也要过来这边 所以我昨天晚上就炒了一些饭 趁热着饭我上楼拿下我的手机 两层有的时候很烦的就是你经常会忘东西 忘了东西就要上来拿 我今天已经跑了无数趟了 我上楼下这样来回跑了 刚才给我们凶那个厕所门的人已经来了 一个小哥把我们装玻璃 然后我现在来把碗洗一下 其实东西有点少 然后我专门还在碗里留了一点那个吃完饭的磕磕巴巴 大概就这么多东西吧 还挺好的 它应该是按洗碗机的时候吧 送了一盒这样的 然后刚好可以用这 两粒呢 我可以用这两粒来试一下 看看洗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把这个小莉莉 放在这个地方 把它放进来 锁上 然后 吹进来 碗口就是要朝下 不然它会接水 再看看还有什么能洗的 实在是找不出来了 我本来要吸我这杯子 但我这杯子不能放洗碗机 我之前在家的时候 因为跟这个一样 我通常会选这个一小时 因为heavy它会选很久 就是适用因为很脏的情况 no more我觉得也挺久的 所以我一般就是选择这个one hour wash 感觉比较省水省电 看一下再装这个玻璃 这个装玻璃的小哥 打扮得特别精神 特别帅 趁这会儿光线不错 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刷墙的成果 这面墙整体来说 真的还挺满意的 最起码从这个镜头里和肉眼 基本上看不太出来 有很多瑕疵 好像只有这一个地方 有一点点白而已 然后这面墙呢 好像这一点有点花 可以看到这有点花 但是整体来说都还挺满意的 无论是颜色还是涂的 这个studio 是我觉得我们涂的最成功的 紧赶慢赶的才把这个房间涂完 因为我们那天已经很晚了嘛 大概花了一个小时 然后来涂这个房间 哇这刚好阳光撒进来 结果是我觉得我们涂的最完美的一个房间 除了这些空隙呢 这也无所谓 因为这个门它是这种光滑的 所以之后擦应该是可以擦掉的 卧室这面墙我觉得涂的也挺好的 但是一楼有一些地方 我觉得有点不是特别好的 大家去看一下 主要是这面墙 这面墙 对在镜头里还挺明显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是花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我们的电视墙 这是我们拿来实验和试色的这一面墙 是最伤痕累累的 但是怎么讲呢 你可以看到这部分花不溜秋了 但我们到时候会在这挂个电视 所以也都能完全遮挡得住 这面墙也还OK 就只有这个地方 这个侧面可以看到 这边有点白白的 然后这个边缘呢 也都还不错 就不仔细看 不离近趴近看 都还是挺好的 真的是完完全全 人生第一次来涂墙 第一次做这个 这么为自己的家 做这么大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能做成这样 也很满意了 因为我们大概所有工具 所有油漆东西 加起来可能花了 大概只要200多刀吧 就做成了现在这个效果 怎么讲 也不可能要求的 像请专业的人来做那么完美 但是都是一点点小瑕疵 我觉得就是很有意义 谢谢 谢谢 只要是有新鲜河 所以你可以洗它 或者用它24小时 好 没问题 好 那这就全部了 好 谢谢 谢谢 现在准备来洗一下浴缸 我先放了一些水 然后我想用到的是这个 就是Mr. Clean 我就准备 把这个边上大概先擦一遍 其实就差不多了 因为等我们真正住进来 它上面肯定还是有回用 之前还是要洗一下 因为我们交房之前 是有专门的一些人 来过来帮我们清洗过一遍 可以看到这上面都 亮亮了呢 不太需要洗 但是借于今天水不要钱 这种占便宜的事 我是一定会干的 现在再把这个水放掉 然后再大致的擦一遍 应该就可以了 趁放水这会儿时间呢 我之前刚好买过一套 这个是叫NIST的香薰 还剩一个 我准把它打开 放在衣橱里 这个味道我记得还挺好闻的 是木钓的 带一点点果香 我现在要出发去一趟Costco 因为上次我们买的地板 买了大概30多盒 花了1500多 大概1600刀吧 因为Costco会寄宣传册到家里 我知道这个地板会打折 我们买的时候 刚好地板上没有标价 然后我以为现在已经开始打折了 因为它宣传测量值写了便宜了多少钱 它并没有写最后价格是多少钱 所以我以为我买的价格已经是优惠过了 昨天呢我就上了Costco官网 我说看看最近有什么东西在优惠 最后我看到了这个地板是昨天开始打折 所以我现在计划呢 去趟Costco去找他们做一下那个press match 因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只要你买的东西30天内 它价格有变动 都是可以跟他申请press match 因为真的是还错挺多钱的 我们花了将近一天600刀吧 一盒便宜8块37盒 大概就是200多刀 加上税可能有300刀 今天还好人好像没有很多 看那边的雪山超级美的 天快黑了 我把钱退了 好开心 退了我快300块钱 然后用来Costco 莫名其妙的就这样买了一车东西 有的没的都买了 主要是有一些东西是必需品 有一些东西是因为在打折 就像这个箱子只要5块多钱一个 我们昨天去Home Depot买纸箱 那种heavy duty的就要5块多 香氛也在打折 就家里运新家味道不太好闻 就可以把这个插上 然后还有这个中午用洗碗机 那个球球刚好也在打折买了 这个上买了一个 这个沐浴露 然后这个是 叶格他T恤的那个东西 他用完了 今天早上专门嘱咐我买的 还有就是羊了多 晚上带回家给叶格喝 然后这个刷马桶的也在打着买了刷马桶的 这Granola吃完了 然后就买了一包这个小的 这个应该卡罗里挺高的 但是也无所谓了 鸡蛋夹里没有了 买了一个那个就是这个 Zwiffer就是绑在那个擦擦地的 准备回家 回来天都已经黑了 然后我回来把东西已经放下 也来不及收拾了 就准备赶紧回去了 太晚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洗碗机 我之前这个晚上中午吃那个炒饭 上面有很多那颗吧 你看洗的特别干净 而且烘的也很干 就没有什么水 除了就这种边缘 多多少少可能会积一些水 就像你这个碗底 洗的很干净 还不错 窗户我就打算开着 因为我明天应该一大早 或者上午的时候就会过来 就想让家里再通通起 我到家了 叶格也刚好到家了 我还在这等了他一会儿 没想到今天回家还挺快的 我们现在是住在洛杉矶的Corea Town 然后这边就有很多那种 SPA特别有名的地方 我们马上就要搬家了 就要搬到搬得很远了 所以我们就想今天晚上去体验一下 刚好今天懒得做饭了 我们回家换个衣服 拿上东西 就准备去那边SPA吃饭 哈喽 回家了 回家走 你拿一下 你看我给你买养了多 不好吧 真的好 那我先干的食罐 已经到蒸桑拿的地方了 好饿 我们先来这个地方吃个饭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躺在这儿 这些屋子里是不同温度 那个是冰的 这边是稍微热点 这有个屋子190多 我们的吃的已经到了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吃了一口太饿了 我点的是 Vasibisu 叶格的是牛肉 方的的是冷面 好了我们要吃了好饿 我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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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现在在这个盐屋 这下面就是盐 特别热的 这个是盐屋 水汪汪的男人 靠我 轰了半天 还啥也没有了 看我们在这一群书里发现了什么啊 这个真的是绝了 在这一泡澡的地方 不是泡澡 蒸桑拿的地方居然出现了一本GRE核心词汇 你知道吗 来这种地方就特别想吃一个冰淇淋 但那这儿的冰淇淋5块钱 在外面大概可以买5到6个 我们现在转移到店子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准备住这儿了 对啊可以啊 才40块钱 这儿才40块钱 还能洗澡 还能洗澡 还能玩 这个多好啊 今天早上 柯比就是在这个附近坠机了 然后我们专门赶过来 想看一下 叶哥已经走在前面 他已经非常难过 哭了一上午了 可以看到前面那些警车 还有消防车都已经封路了 大概已经过了三四个小时了吧 很多人都专程赶过来看 前面应该就是 可以看到他事发地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很多人都穿着他的球衣过来 这边的人太难过了 这边的人太难过了 有个人悲伤过 这个地方离得真的非常近 不在那个位置 可以看到那边吗 还有一点点烟 可以看到那边吗 还有一点点烟 在这边就一直都要跟着呢 这个地方是要尽量的 那么从来是没有尽量的 我一个人都要去设备 是一个人会 是一个人都来说 大一人都来说 有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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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